在如今这个年代 形容手机的外观 无非就是很轻很薄 又轻又薄 而努比亚Z9却另辟蹊径 主打无边框概念 它也成为了无边框概念的首款产品 那这个无边框到底是怎样的技术 除了这个技术 Z9的整机表现又如何呢 相信本期视频能给你答案 Z9的三维是147.4乘68.3乘8.9毫米 宽度68.3毫米意味着什么呢 在之前想要达到这个宽度 最大屏幕只能是5寸 而且还需要极窄边框才能做到 放眼目前的手机市场 5寸68毫米的趋值可数 但当无边框到来的时候 这个技术又增加了 居然能放进了一个5.2英寸的屏幕 科技的进步实在是让我们惊喜 这对于迷恋单手操控的朋友来说 着实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我们聊单手操作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你能不能让手指并拢 刷微博能不能点到左下 这些都能做到 才是对于单手操控最基本的保证 而这些在Z9上显然不成问题 单手操控的区域明显变大 这无论是多牛的窄片框都望纯莫及 机器做的这么窄 长度势必要增加了 147.4 因为机身内部的硬件总归是要那么多 这是无法改变的情况 再配上这个16比9的屏幕 看Z9的第一感觉就是苗条 8.9毫米的厚度 在当今手机界属于比较厚的规格了 这应该是和它采用前后2.5D玻璃 有着很大的关系 为了美观 为了颜值 适当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而192颗的重量放在手里 也是相当的有质感 机器的四周是一圈铝合金金属边框 依然是主流的两边倒角正面喷机 右侧分别是音量键 电源键 以及一个两段式的拍照键 左侧是一个双nano SIM卡卡槽 依然是Nubia标志性的双4G全网通 支持移动联通电信 底部是麦克风 USB口和扬声器 大家注意啊 这个USB口虽然长得很像 但它并不是最近流行的Type-C接口 就是普通的安卓手机USB口 顶部是耳机孔 降噪麦克风和红外遥控器 背部是一颗1600万像素主视镜头 支持光学方导 旁边的是单RED闪光灯 由于Z9并不是超薄的设计 机器的厚度足以容纳下整个镜组 摄像头并没有突出 说了这么多 无非是例行公式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它 无边框 点亮屏幕怎一个帅子了得 视觉上真的是无边框啊 这种黑科技一样的设计确实能给人带来一种科技的未来感 下面我就跟大家来科普下关于无边框的那点事 其实液晶屏幕目前根本无法做到无边框 因为液晶屏幕最核心的部分是由液体的结晶组成的 它具有流动性 为了防止露出边缘会有BM区 胶矿区来保证屏幕的正常工作 所以目前看来并不存在无边框的设计 而目前无边框的效果通常用三种方法实现 第一尽量缩窄黑边 代表作就是LG G4 其次就是外层覆盖上黑色的玻璃 在吸屏下形成视觉上的无边框 最近比较火的乐视就是这种 但点亮之后就呵呵了 第三种就是通过光学折射原理 将屏幕进行斜边处理 改变屏幕边缘的弧度 在玻璃折射的情况下 可以巧妙地隐藏黑边 实现视觉和操作上的高度无边框 夏普AQUOS Crystal就是这个原理 但Nubia Z9的ARC无边技术 与夏普的又有所不同 是通过2.5D保护玻璃实现的 从观感上要更加震撼一些 不过这一类技术还是有缺点的 这种无边框的屏幕玻璃相对更厚 因为屏幕边缘存在微小的弧度 所以在图标划过的时候 能明显看到图形拉伸积变 轻微的晃动手机 在屏幕的最边缘还能看见彩色的条件 这是由于这个类似于 突兜镜的2.5D玻璃 把相搜放大了的结果 不过在我们这几天的使用中 这些小毛病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毕竟没人总盯着屏幕边缘看不是 除了 除了 因此